我说历史上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你说他们天生就是坏人吗 你说头号汉奸汪精卫 当年孙中山遗嘱起草人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争许努力 都出自汪精卫 你说汪精卫 他就天生是坏人吗 当年1909年 汪精卫带两个人 三个人潜入北京 刺杀摄政王采峰 以唤起革命高潮 因为当年1909年慈禧去世 光绪去世 立了一个小皇帝 宣通 三岁 权力都在他父亲 摄政王采峰手里 汪精卫叫刺杀 当时行政最高领导 摄政王采峰 那死罪啊 汪精卫必死决心到北京来 行刺 就在北京的德胜门 德胜门那儿有个小桥 在桥下埋炸药 宰峰上下班 就是上朝退朝路过 要炸死宰峰 一到行动时刻 王精卫这短板就露出来了 眼高手低 志向很大 动手能力很差 埋炸药埋了三天晚上没埋好 三个人埋三天晚上 在桥底孤岛没弄好 我说你两天晚上买好炸药 没人发现你 三个人弄了三天晚上没买好炸药 被人发现 抓捕 这一抓干什么 行刺 行刺最高 行政长官当时叫秦王 摄政王宰峰 判死罪 王精卫报必死决心 虽然行刺的手段很差 技能很差 但是呢 决心很大 在狱中赴食一首必死决心 慷慨割烟事 从容做出球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这诗传到狱外 多少革命知识感动得痛苦流涕啊 汪精卫太英勇了 不但感动了普通革命知识 还感动了清朝的王公贵族 肃清王善旗 善旗年轻啊 王公贵族年轻 又是开明派 孙中山的 黄兴的 汪精卫写的小册子 他都看过 汪精卫这首诗深深感动了他 他劝摄政王宰峰 别杀他 他要行刺你 你不是毫发无伤吗 没行刺成啊 不要杀你 何必要杀他呢 摄政王宰峰很欣赏 善旗 因为是王公贵族中的少壮派 开明派 同意了这个意见 不杀 汪精卫 善旗旗不见言 不如把他给放了 特赦 以彰显大清王朝皇安好荡 你说我们的胸怀 别人要行刺我 我都不杀他 把他给放了 摄政王宰峰又听取了 善旗意见 把汪精卫给放了 汪精卫在狱中必死 抱必死决心 最后特赦 临走之前 宿亲王善旗对汪精卫 还说了一段话 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 看到经常太坏了 假若你们革命成功 我看你们也强迫我们多少 那最后不信严重啊 革命成功了 汪精卫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善旗被扫地出门 赶到天津当御工去了 然后 汪精卫成了大汉奸了 我说 谁把他扫了 他扫封了意见 把汪精卫杀掉 我们今天还多了一个可歌可泣的革命烈士 我们今天好多人还在慷慨歌烟士 从容做出球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这师现在进不了革命烈士师超了 你们大汉奸 我真正毁掉汪精卫的就是善旗 你说他当年就坏人吗 他不是的 当年多么豪壮 最后成汉奸 你看鲁迅的亲弟弟 周作人 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华民族中国头最硬的 他亲弟的称 怎么称了中华民族中国头最软的了 这同胞兄弟啊 面对日本侵略 很多之分在旧欧宣言上签字 周作人不签 七一事变 北大撤离北平 周作人不走 不签不走可以 你别跟着日本鬼子干呐 连劝诱周作人出任委执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 最初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 出任委执可能性只有1% 日方只有底岸 如果他兼资不受 也并不打算勉为其难 不当就不当了 你留在北平教书 就算对我们支持了 就可以了 没想到周作人欣然接受 出任委华被政府教育总署督办 跟随汪精卫访日 访满中国 发表讲演广播讲话 慰问日本商业 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 周作人被民国之后判入死刑 很多北大同仁 到监狱探望 说作人兄姨怎么干这事 周作人讲一句话 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不于事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照汉期 周作人说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 我们没有一个中国人 要求你一件文弱书生去做文天祥 但不当文天祥就是当汉奸 只有两条路 文天祥或者汉奸 在这个钢肠错乱 廉池扫地的暗无天人年代 清华大学教授于平博 仰天长叹 就是一句话 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到了危难时刻 无人挺身而出 无人横刀立马 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都是人在屋檐下 哪能不低头 都是食食物者为俊杰 都是心思头上一把刀 你就忍了吧 写个很大的忍字挂在家里 就这一套这种文化 都有寝食之甚 无人横刀立马 无人挺身而出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应的这个运 不是什么好运 是国家最黑暗 民族最旺的时候 一批共产党人 挺身而出 抗连第六军总司令杨静宇 中共党员 抗到最后剩自己一个人 牺牲的 打散的 投降的 一个人也不投降 干到底 成冰 抗连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杨静宇最新任的得力助手 1938年7月率部投敌 俗生成冰挺一队 逼杨静宇绝起 东北深山老林抗战非常困难 冬天气候太严酷了 零下30度40度 雪深末期 日本人个子矮 雪得到大腿根了 雪里拔不出腿来 日本人对杨静宇佩服得不得了说 杨静宇身高马大 人高腿长 在雪地上三蹦两蹦 抓不住他跑了 日本人把杨静宇形容为大鸵鸟 当然杨静宇他都能在雪地上出神入化的 日本人抓不住他 不仅他人高腿长 关键是他在不同的山巒 布里有很多秘营 小木屋里面有粮食有柴火 保证饿不死动不死 成兵把秘营全部捣毁 逼杨静宇绝起 第二叛徒 张秀峰军部级位排长 父母双亡的孤儿 被杨静宇抚养成人 1940年2月携带机密文件 枪支及抗林经费叛免投体 向日军提供了杨静宇突围路线 他是杨静宇贴身警卫 他二月份叛变 杨静宇三分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旭若 抗连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激昂射手 叛叛后在为通阿省警务厅长 暗谷龙一郎的命令下 开枪射杀了杨静宇 再讲第四个人 这个人很难说叛徒 赵晶喜 蒙江县保安村的村民 杨静宇跑了好几天 棉鞋跑丢一支 好几天没有吃饭 看见山上三个砍柴的老乡 杨静宇跟赵天喜说 下山帮我买双棉鞋 再买几个馒头 还叮嘱了一句 不要告诉日本人 赵天喜下山就告发了 杨静宇在山上 杨静宇最后壮烈牺牲 日本人说 你看 终于把这大个子给打死了 把这大鸵鸟给打死了 出卖杨静宇的 围捕杨静宇的 打死杨静宇的 都是中国人 没有灵魂 没有血腥的中国人 跟着谁干都是干 只要混碗饭吃 就能活口命就行的 中国人 最后出卖杨静宇的赵天喜 1950年土改 执行死刑 赵天喜临枪毙之前 还讲了一句话 说我当时跟杨静宇讲的话 我看还是投降吧 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他说我看杨静宇的样子 跑了好几天 免血跑丢一只 好几天没有吃饭 脸上 耳朵上 手上 都是洞窗 说惨戏心的样子 你干什么呢 抗战 你能打过日本人吗 就剩你一个了 人家都投降了 你干什么呢 投降算了 赵天喜哪里知道 只要杨静宇投降 日本人安排不是不杀 让杨静宇出任 唯一满洲国军争部长 利用杨静宇的影响 摆平洞被抗脸 最后时刻 杨静宇跟赵天喜就讲了一话 老乡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 海拔月下 他在尽管 不是 那见 他们有充分 是 中文字出任 前面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毛泽东34岁上景昂山 朱德3岁成为护国名将 周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 博谷24岁出任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24岁 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一个大学毕业的年纪 就业是头号问题 我说大家看看博谷的就业 就这个岁数 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聂尔22岁为义营军经营去补局 我们今天共和国公民在国歌面前都要助理 一个22岁年轻人谱的曲子 巡淮州19岁师长 20岁军长 21岁军团长 22岁牺牲 红军中最年轻的将领 周荣18岁发表《革命军》 22岁去世 周荣18岁写的《革命军》 深深感动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毛泽东 看完周荣的《革命军》就四个字 夜不能寐 激动地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个蒋志清 及后面的蒋介石 叫周荣18岁写的《革命军》 感动了中国近代舞台 两个主角 你说这些人 他们为了自己首先富起来吗 为了光宗耀祖吗 为了扬名立身吗 不是的 在国家最黑暗 民族最无望的时候 有一批年轻人奠定了这个初心 一定要谋求民族解放 一定要谋求民族复兴 这批人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 1927年9月9号 发动秋收起义 五千人 上井冈山只剩一千 毛泽东当年提 星星之火 可以燎远 不是1949年 站在天安门上 看着五星哄起 燃燃生起 毛泽东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远 是 整整新中国成立 二十年以前 在米西根据地 那么困难的地方 被国民党压在山沟里 红银枪 汉阳造 标准军装都没有 毛泽东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远 当时多少人信呢 没人相信啊 当时队伍中的疑问就是 红旗到底打了多久 毛泽东的回答 就是星星之火 可以燎远 二十年后 终于燎远 所以我写了本书 叫《新生》 那书的飞液 就受毛泽东这话的启发 书的飞液就写了这么句话 战胜对手有两次 第一次在内心中 毛泽东在 《新生》成立整整二十年前 他内心已经胜利了 最后的结果是二十年前以后的结果 《新生》成立 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句话 多数人 应看见而相信 多数人是这样的 你别跟我吹 你再吹我也不信 我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但为少数人 因相信而看见 他内心相信 他最终看见 所以一个团体 如果你目光远 一定要有缘情 一定要有梦想 人没有梦 也可以 有梦实现梦也很难 但不管能不能实现 梦能带你走出很远的距离 回望中国近代历史的百年沧桑 一八三年以来 集团性的精神承认和人格承认 相信每个小伙伴心中都和我一样 心情复杂沉重 索性我们迎来一个太平盛世 一批共产党人 女生而出 那么中国又是如何从低谷中复兴 如何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呢 让我们接着听吧 四十年改革开放 中华民族的金项扭转略是 中国革命 你不管是洋务运动也好 戊戌威胁也好 孙中山辛亥革命也好 毛泽东西民主主义革命也好 你到底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中国近代史中有一个著名的蒋庭府质问 蒋庭府质问就这话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能赶上西洋人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 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家乡观念 而组织一个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吗 能的话 我们的民族前途是光明的 不能的话 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谁能让中国近代化 谁能让中国赶上西洋人 谁能让中国废除家族家人观念 组织一个近现代的民族国家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 历史把它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新中国的成立 就对蒋庭府质问有力地回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 第一个 持续完成繁荣独立 昌盛的近现代民族国家 完成蒋庭府之位 只有共产党人做到了这一点 雅边战争以来 中华文明亦是在以西方文明抗争 不仅是大清王朝 北洋军阀民国政府 是中华文明在以西方文明 节节抗争 中华文明节节败腿 随着国家几经灭亡 这文明几乎断裂 你看近代来 我们觉得气不如人 质不如人 思想文化不如人 外国的月亮90元 人家的素质 就是高 你看我们器物层面 制度层面 思想文化不如人 没有一个形的 中国人近代来 不仅身体 包括精神 这种萎靡不振 完全不行了 新中国的诞生 是中华文明在政治上摆脱的推势 就是这个文明 中华文明也能独立地建立一个政治架构 有别于其他所有政治体制 跨国鸭路江是中华文明在军事上摆脱了败事 我们今天否定跨国鸭路江的人很多呀 很多人都说不跨国鸭路江 我们早改革开放了 和美国早搞关系了 跨国鸭路江维持朝鲜政权值得嘛 我说跨国鸭路江它意味着什么 跨国鸭路江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府 对中华民族1840年第一次交代 就是1840年以来历届中国政府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新中国政府最勇敢 最顽强 最富有斗争精神 牺牲精神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境外作战 再也不是 918事变发生在沈阳城 718事变发生在北平城南部的罗沟角 是出境作战 绝对不能让威胁 延消到我们国内来 出境作战 你说我们当年想打吗 50年6月25号超线战争爆发 9月15号美军人船登陆 准备大举北境 我们不想跟美国打 我们花条险三八线 警告美国人不要过险 美国人信都不信 麦卡瑟坚决不信 中国人嘘声恫吓 当时空中侦察 已发现东北边防军 30万边防军的集结 美国总统杜鲁门非常担心 中国出兵怎么办 专门飞到威克岛 以麦卡瑟会谈 麦卡瑟信心满满 告诉总统 放心 中国人不会出兵 嘘声恫吓 你看看他们的糟糕透顶的近代史 他们没打上过一场仗 他们今天吓唬我们 他们不会过来的 你看中国的传统的战略思维 所以第一 长城 长城修造墙 他们不出去 也不让别人进来 第二 中国人最崇尚的谋略大师诸葛亮 诸葛亮最得意之作空城记 城内没有一兵一卒 把别人吓跑了 中国人就会搞这一套 所以杜鲁门总统是信心满满回去的 认为中国人肯定不会出兵 所以当我们在发出警告 美国人制止不离 9月25号 总参谋长聂荣臻发出警告 美军过线 中国绝不可以制止不离 美国人离都不离 10月3号凌晨 周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亚 要潘尼亚把消息传过去 就这话 韩军过线我们不管 美军过线我们要管 为什么10月3号凌晨把潘尼亚 人家驻华大使从床上拖起来 到外交部紧急约见 因为我们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 得通过印度驻华大使 把消息传过去 第二 因为10月2号晚上 政治局会议做了出兵的决定 10月3号凌晨是 最后避免与美国碰撞的机会 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废戴新 军队长期作战继续修正 我们真的不想打 一定要美国人不握线 我们就回避这样的冲突 潘尼亚知道事关重大 消息准确地传过去 10月3号下午 美国国务院的非正式回复 周讲话缺乏法力和道义根据 你们根据在哪里 你凭什么管呢 你哪有根据 10月4号 美国国务院的正式回复 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 所以10月7号 不是麦克阿瑟下令 是美国总统杜勒门下令 美军越过三八线直步平壤 所以10月8号 毛泽东下令 着中国人民志愿军 迅击向朝远境内出动 中美两军朝远漫斗迎头相撞 我们后来和美国人会谈 我们访美 美国人 美军的一些人是访华 我们反复讲的例子 我们不想跟你们打 一二赛再来三警告 你们一二赛再来三往上贴 我们实在没有退路 你逼得我们跟你打 美国人后来不承认了 说你们信息传递不清啊 你们说要管 这管怎么翻译啊 是control还是什么玩意啊 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 你们应该准确地说 我们过线你们就出兵 这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就考虑过不过线了 美国人揣着明白装糊涂 聂工真经讲了 美军过线中国绝不可知不理 不是翻译的问题 是他内心中 中国人从来没管过什么事 从来没管成什么事 这就是朝鲜战争 我们第一次让美国人意识到了新中国 新中国旧中国 1949年分界限 1949到1950 我们国力增强了多少 没增强多少 但是领导班子换了 政府换了 职者换了 国家意志变了 再也不是人到九一八事变 人到七七事变 是出境作战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我1997年在美国国王大学习 学习期间参观西点军校 美军当时让他的呼泊中校 五角大楼安排 呼泊中校 西点军校 在西点军校校使馆内 我们就看见了上干岭 597.9 呼泊中校跟我讲的一话 这个战历 我上学的时候学过 他说我知道 你们两个高地 两个联守卫 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 攻不下来 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问了教官 给我们解释了半天 最后教官走了 我们还没有弄明白 为什么七个营 夺展不了两个联的阵地 我说中国人凭什么立足于世界 就是人家问的 为什么七个营 夺展不了你们两个联的阵地 你看看旧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万五千军队 把我们打成这样 第二次鸦片战争 两万五千把圆米圆都烧了 然后八个联军入侵北京 就一万多人把北京当平 现在他们反问了 为什么七个营 夺展不了两个联的阵地 我这儿再给大家看一下 2005年 美国国防部长拉布斯菲尔德访华 拉布斯菲尔德本人 非常像今天特朗普 岁数一样 七十多岁 性格一样 唯我独尊 天下第一 拉布斯菲尔德上台 恰封中美撞击事件 在南海撞击事件 他宣誓绝不到中国访问 2005年不得不来 小布施总统让他来 只好来了 不得不来 来了以后继续是这样 唯我独尊 天下第一 巴一大楼乐队高奏两国国歌 拉布斯菲尔德把实力转上一篇 说我只对美国国旗表示尊敬 严重的外交势力 拉布斯菲尔德第一次到北京访问 你看他提出参观清单 不是想看大熊猫 不是想爬外壘长城 也不是想看兵马俑 他提了参观清单第一 要看北京西山地下指挥所 当然我们不会让他去看 当然不让他全博探面子也不太好 把他拉到西山附近的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座谈 也算到西山了 可以了 第二个 他提出要看第二炮兵司令部 这我们同意了 拉布斯菲尔德成为了参观 二炮司令部的第一位外国来臂 第三 要提出看素两期生产线 我们跟美方交涉 素两期生产线是中俄共同项目 仅中方同意不行 还有征求俄罗斯方面意见 美方又与俄罗斯联系 俄罗斯说生产线早给中国人了 我们不管 扯皮的过程中时间扯黄了 没有时间去看了就过去了 第四 要看陆军第39集团局 指名道姓 你看这美国人 他要看陆军第39集团局 为什么 1950年11月1号 志愿军第39军和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 朝远半岛迎头相撞 中美两军第一次交手 拉姆斯菲尔德 50多年后要回来看看 当年跟美军打第一仗的部队 今天是什么样子 美国陆军参谋长克林斯战后回忆 他说骑医师师长盖一怀着难受的心情 咽下了他在朝远战场第一杯苦酒 骑医师朝远半岛登陆 所向披靡 没有人能挡住他 就在朝远云山奔了个大跟头 被志愿军39军挡住了 骑医师师长盖一回忆 对方是什么样部队啊 他们没有航空火力 没有远程炮火 他们穿着胶鞋 拿着简陋的日本武器作战 作战动作极其勇猛 凭借军号哨子 吹得满天响 把第一骑兵师两个团穿插分割 切成数块 当然我们对他也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们39军军长吴信全回忆 上战场第一口本来想吃肉的 没想到啃上一块骨头 要国民党部队穿插分割成这样 早崩溃了 这帮家伙还在顽强作战 所以双方都知道对方不好打 中美两军的相识 中美两国的相识 不要以为相识都在外交会谈 所以半个世纪过去 拉姆斯菲人还要看 当年美军交手部队今天是什么样子 念念不忘 美国人建构主义的鼻祖 亚历山达温特 他讲了一话 一个国家在生存 独立和经济财富三种利益之上 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 那就是集体自尊 集体自尊 同样是一种国家利益 形成国家的价值观 凝聚力 中国共产党 是中华民族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